我們手上拿著準備試的是Sony A9 這部相機大家在網上都看過很多新聞 今天我們就拿上手試試操作 實際試的相片可能要到月尾才會有詳細的測試 現在講講這部機的特別 A9 最主要可以做到每秒連拍20架 另外其實它有很多細節位 都是比之前的A7 系列都有點改良 先講講外觀 其實A9 比起 A7 或 A7 R2 最大的分別就是轉盤 你會見到多了一個快門選擇的轉盤 另外其實機身來說 它打手這個位置其實機身是厚一點的 但因為它的盤子都是做成全鏡的盤子 所以整個距離是沒有分別的 你會見到其實這個橙色圈是薄著的 所以駕駛上手其實就不太好 各部機是重或是厚著的 還有今天我們試駕的是Sony 和一時間發展的一支新的148 GM 鏡頭 其實整體的配套都不會覺得頭重微輕 整體整部機都算是輕巧的 以一個400mm 長距離來說 它這次有兩個SD 卡的套裝 其實它的套裝溫可以支援SDHC 2 的卡 你會見到它的寫讀速度都比較快 寫讀到300Mbps 你會見到卡背有兩排的寫讀IO 所以速度會比較快 另一個改良就是電 這次是用了EZ這個電 如果剛才我們對比過和現在我們用的A7 用的W 電 其實它的尺寬大了一倍 變成續航力各方面 有一個改善 因為這部A9 最大的賣點 就是一秒有二十格的連拍 這部機的連拍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對焦的反應也相當快 你見到現在我們只要按著快門 它是做到二十格沒有聲的連拍 其實有時你拍了也不像 剛剛經過一個很簡單的試玩這部A9 其實最大的感覺 如果比起A7或者A7 R2 它整部機的操控給你的反應是快了很多 基本上你由對焦到拍下去那一刻 很舒服 按下去其實它會給你反應 不過SD卡要預算大一些 一秒二十格這種快感 代價就是你很快會爆了SD卡 有人會覺得這部機都賣三萬五千多 其實都偏向一個貴的定價 首先未必每個人都用到二十分連拍那麼快 但整體整部機來說 其實它每一樣東西 包括操控、反應、電 甚至ViuFinder的解像度 每一樣東西都有少少的改善 其實加起來 你說值不值去到這個價錢 就算你不是經常用到二十分連拍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有少少 當然視乎你的荷包 你荷包比得起 其實這部機是可以充的